来看到端午节的应景料理粽子变出新的火花 这是一位瑞士的主厨突发奇想 融合了中西方的元素 首创油风鸭肉粽 另外还有结合传统和创意的爆浆甜粽 将紫米包进了浓郁的奶黄当中 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擦上盐巴和香料腌制24小时过后 再放入鸭油烘烤4小时 外皮酥脆肉质软嫩这道油风鸭是西餐里的经典名菜 不过这位31岁自立的瑞士主厨突发奇想 要把油风鸭融进台湾的肉粽 改变传统做法 腌制鸭肉的香料配方 除了肉桂叶百里香还加入了东方的五香粉 再包入油高汤和虾米烹煮的糯米饭 还有鲜笋香菇以及改良过的油风鸭 最后再用荷叶和竹叶紧密包裹 粽子好吃 老外师傅做起中国菜 将传统融合创意也激起不少火花 觉得融入的还蛮好的 肉质非常软嫩之外 然后其实包到我们就是中式的肉档里面 其实真的还蛮搭的 轻轻一压内馅立刻就爆了出来 除了中西合并的肉粽 还有融合传统和现代的甜种做法 将奶黄包在殖民里 浓郁香甜的滋味 也让人感受到端午节庆即将来临的气息